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张童有什么才艺吗 可以给大家在赛场展示一下的 刚才我在后边看的时候 他跟王导俩在比这个健身的时候 我就说王导欺负他 拿自己的长处来跟张童比 张童没学过舞蹈 就是你这些啥话呢 什么长处啊 我都快60了 我跟他咋长处啊 大家在网上搜一下了王导的健身 这都是有了名的健身了 现在给自己健身的健身的 跟20岁小伙似的 今天把他跟张童来比 你说你说这 既然那你说他 您不是学舞蹈 那您给我们跳一段吧 好吧 好 有功力啊 行啊 有功力啊 我们小的时候 一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帅了 你这是为了张童拼了吧 对 真是拼了 猴哥哥 那个来说是飞机票爆了 其实我真是挺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 当时跟他联系的时候 王老师都没说别的 因为他打电话说我在旁边 说 我跟你说一下啊 不管你有啥事 我要给张童录个节目 然后他说 好的 有啥事我都推你 我当时真是挺感动的 我觉得人生能够这样的一个朋友 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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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42岁 彤彤37岁 我们的相处朋友的理念 就是处一个是一个 把自己的朋友当成亲人 是这样 谢谢你 加油彤彤 好的 好的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这边 刚才我一想你是天津人呢 那咱是天津卫视啊 你会说天津话吗 你这张嘴就来 张嘴就来 张嘴就来 那你能教一下王老师 王老师也 你跟他对话一下天津话 你是天津人吗 男的 冷了呱唧干嘛呀 骂事啊 眼睛这么勾 干嘛呀 我问你是天津人吗 我问你 你问我吗 那妈猜我 啊 脚 你把那个 踩脚 口条捋顺了 你再说一遍 我想说 你还猜吗 不猜我可拿走了 我猜你叫我那么了 那么呢 猜你叫我应该猜你嘴 是 是 像是啊 像是 那你这就是从小 就是说天津话长大的是吗 从小就说 所以你现在能够 普通话冲成这样 真不容易啊 对 训练了 他是正宗的天津 是母乳的 天津是吧 天津人呢 我是天津人 那你跟我 真的啥天津话呢 我还以为他学的呢 他天津人 啊 接下来呢 你想见 哪一个房间的朋友 一号 一号 来 张同事 我一收给他 现在呢 是要通过文字来回答您了 第一个问题 咱俩的性别是一样的吗 不会问别的 男的 你的年龄一定比我大吧 啊 父亲辈的 您是山东人吗 在山东待过 我们在一部戏里头合作 你是不是都是 演与我对立的角色 都演管你的人 都演管我的人 你觉得你爸爸妈妈有可能来吗 张同 不可能 对 你爸不是管你的人吗 不可能 最后一个问题 您的名字是三个字吗 可以这么问吧 好 这可以 我本人是三个字 你叫我是两个字 好 这好 这太牛了 这个回答好有智慧 而且逻辑严谨 太聪明了 那么我认识的人 父亲辈的 我觉得是李洪涛老师吧 确认吗 确认 好 那么一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 是 著名演员李洪涛老师呢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一号房间 打 错 了 惩罚 离开 谁来了 掌声有请 著名演员张光辉老师 张光辉 著名影视演员 由他出演的众多影视剧 至今都是让观众 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 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近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团作的意思是 有条件就干 吃掉它一部分 就是一部分 在《亮剑剧组》 张光辉对张童关爱有加 时而向严父 时而向兄弟 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段日子为张童以后的演艺事业 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次张光辉再次做客节目 将带来哪些难忘的昔日故事呢